含书 有什么问题的通路 你也是一个问题的通常买 含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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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聊的小兮孩还在等妹妹做完体检 我查一下团状 完全泡点多少钱 在做耳部检查 都看一下 我都没检查 皮毛检查 这有什么问题的 没有什么脱毛 骨骼检查 最担心的就是妹妹也会有脚的问题 还好,她脚是没事的 脸部检查 对于年幼的毛孩已经配合得很棒了 测试泪液分泌量 妹妹一直有流眼泪的现象 是为了检查是否有鼻类毒问题 口腔检查 第一次的抽血量不够 所以还要再抽点 终于轮到小溪了 看吧,其实小溪的眼睛是很大的 每一年我们会让小溪做比较全面的体检 把荧光软色月从眼睛滴进去 如果鼻孔有流出的话 证明是没有鼻类毒的问题 耳部和尾巴检查 现在要开始抽血化验 那女生在陪你一下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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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打麻醉 其实这是短效麻醉 起到暂定的作用 那那个空水都帮我把它扯掉 麻醉注入后 10到15分钟就能说醒了 没事的,没事的 对于脚脚做过手术的小溪 在拍片时 需要做的伸展动作 就是不可能的 只有麻醉 能让肌肉放松 医生辅助小溪 拉伸她的脚脚 才可以把片子拍好 小溪 就好像这个动作 如果要她自己去完成 其实更不可能 我们在本代书醒中 医生在把小溪 拆掉刚刚包扎的地方 然后 那是不用打针了 对啊 看起来都很好 其他的都会好呢 对啊 绝对 这种东西 好 然后的话就 她上下是完全正常的 嗯 所以才会的话就 也还好 嗯 就 对,这些比例一场 她们挺正的 要打什么 打5年是8年呢 如果你是担心她那个 波动的问题的话 就打8年了 那有那么小的体格的话 可以吗 8年还是 主要是看脸 因为是看体格的 那就像一些几八王 和粤课那些更小的也要打 哦 那个都是按一头分 不是 就 不是要她的接让来了 哦 赶紧把主板上车 先去缴费就可以回家了 看上去还有一点迷迷糊糊的 从白天到黑夜 青眼镜临四 二阳群望到宿 这位已经睡着了 走得很久 回家了 谢谢 回家了,回家这边来 回家